新的关爱新加坡义工综合中心正式落户38万 将负责协调义工项目并同社区伙伴合作 满足弱势居民的需求 义工综合中心自2018年设立以来 已帮助超过20万人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旗下的关爱新加坡行动办公室 和福善活跃乐林中心 正式启用38万关爱新加坡义工综合中心 也是38万集选区议员的卫生部长王以康 出席启用仪式时表示 许多年轻人希望担任义工 但很多活动都是一次性的 新的义工综合中心希望可协助义工 持续地做出贡献 最近已有超过25000人参与全岛24个 义工综合中心的项目 有兴趣参与者可上网查询详情 感谢您的愉快